底下是网络同学的提问 《无量寿经》第28章 若有艰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泄脱之 这是经文 他说请问 如发生车祸的一刹那 和地震被困的关键时刻 应念阿弥陀佛还是念观世音菩萨 这个时候是紧急关头 没有长时间思考 遇到这个样的状况的情形 没有第二个念头 念佛求生进度 这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这紧急关头 车祸你看到的时候 车撞过来 决定不能避免 这一撞人命就没有了 观音菩萨救不了你了 这个大地震现前的时候 这是琴刻的灾难 念佛求生进度 决定没有疑惑 如果你还有佛报 你还能够信命 念阿弥陀佛也是非常殊胜 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的老师 所以要坚定信心 但是在防止灾难 预防灾难的时候 是为大众 为社会 为广大群众 念观世音菩萨 为自己 我自己是求生进度 所以这个 为自为人 要分开 为别人 念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为自己 念阿弥陀佛 我早一天 生极乐世界 亲近彌陀 这就对了